要说这薯片江湖的battle历史 更像是在说干犯人的嘴像渣男劈过的腿 没有困难的battle 只有不努力的大爷 2021年 我国休闲零食市场规模早已达数千亿 其中这蓬化食品的市场份额就占比13.1% 薯片更像是蓬化食品的形象代言人 你上次吃薯片是啥时候 第九题 薯片江湖谁称王 一浪更比一浪忙 大家好我是小兰姐姐 观众老爷们别忘了一键三连鼓励一下哦 这薯片的市场和之路啊 其实思路非常的清晰 任何一款产品它想要活下去 首先要解决的 其实是如何通过生产工具 来解决生产效率的这个问题 薯片的生产过程啊 其实真的不算复杂 但最影响效率的是 削土豆皮和切土豆片这俩过程 毕竟啊 不是哪都有炒茶大师 只能一天炒上1466斤的茶叶 人工来干这些啊 那肯定会让薯片的供应量就极为有限 所以呢 尽管相传在1853年 第一件薯片被送入时刻 口中啊就备受好评 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 马铃薯削皮鸡的发明 才让薯片正式推向了市场 成为畅销片 所以啊 有时候工作没搞好 真的不是自己的努力 脑闪屏 用盘烧了 皮儿没保存就死鸡 这谁能扛得住啊 现在很多老板天天嚷嚷着 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 但又总是看不见这客观的事实 真的是土豆你个马铃薯 冲动了冲动吧 这解决了生产力的问题呢 自然就开始由品牌闪亮登场了 这薯片市场验证了一件事 与互联网产品飞速迭代 早生早死不同 如果是生产工序相对简单的商品呢 往往越早站住坑位 其实啊 生存下去的几率就越大 现在一提到薯片 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出的 应该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市场化的品牌 乐视 这位诞生于1932年的美国大爷 资历啊 可比中国薯片品牌老了50多年 这也怪当时信息传播呀 实在不发达 要不然啊 估计不到一年 就能在中国买到乐视 笑视薯片了 1993年正式进入中国的乐视 被中国网友最集中的一次讨伐 是在快播案庭审的时候 当时大家发现 举报快播的是为梦想置信的乐视 但一堆报道的网友 却冲了美国老大爷乐视的铁吧 现在看来呀 给乐视带来压力的薯片品牌 其实屈指可数 虽然之前已经有了天使土豆片 史努比薯片 和姐妹花莉莉薯片 真真薯片和方方薯片系列 但是都因为技术问题 没能在市场形成太大的气候 而且那个年代 广告词是真的干写 比如其中有一家的广告词是 吃一片就想飞 这要是放到现在呀 可能喝茶一条龙 这就安排上了 不过呀 肯定还是会有品牌 能和乐视 battle一下的 比如当时很火的盼盼薯片 和靠红罐头大胡子薄出味的平克薯片 还有弯道超车主打鲜虾片的上考虾 但其实真正挡在他们面前的两座大山 是当时咸口蓬化零食的天花板 统一和旺仔 但那会儿大家都觉得 零食就是给小孩吃的 而小孩就爱吃五毛一包偶尔脱销的小混熊干脆面 还有过年家里必买的旺旺大礼包 前面这两座大山还挡着道呢 五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零食 辣条 它来了 此刻薯片心中只有一万句 甭说在九十年代了 就算是搁现在 我们的生活可以说离休闲食品的定位越来越远了 毕竟被996的年轻人 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掏空身体 被鸡娃的小孩又辗转在无数的兴趣班里 快乐星球里乐乐的呐喊已经18年了 但是我们的休闲时光在哪呢 在深夜昏暖的灯光下 唯一闪烁的电脑屏幕前你那嚼碎的薯片中吗 在千几年之后 随着我国的消费意识逐渐升级 大家都越来越注重生活的品质 休闲食品就迎来了新的爆发时刻 这也要求品位越来越丰富 所以啊 美国老大爷乐视 就直接将口味卷到极致 你甚至没法说清乐视到底出过多少种口味 但是只要在桌上摆上个四五种 就跟吃遍了南北家乡菜似的 这种自己卷自己的行为 让同行们也很难搞啊 也就韩国的好利友 带着好友去和鼠院走出了一条花路 国产品牌里头 除了福建达利的可比克跟着卷了一阵 还有盼盼的爱比利稍微挣扎了一下 其他品牌啊 基本上都躺平了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爱吃薯片 高糖高油加上嘎巴脆的口感爆炸口香的同时 也是最容易获得的ASMR体验 毕竟面对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我们都需要给自己送一送弦 所以呢压力越大 休闲食品的机会也就越大 想当年金融危机那会儿 受到冲击最小的就是休闲食品行业了 但是呢时代滚滚向前 现在消费都升级了 健康零食和零卡低糖 成了消费者心头的芳心纵口饭 而这个又几乎是蓬化食品难以预约的鸿沟 最近因为成本上涨 老大爷乐视官宣涨价了10% 大家一边说着正好减肥 一边又激情下单囤了几项 所以其实薯片的需求并没有减少 那么这会是国产薯片品牌的新机会吗 给我一片 毕竟我们可以忘却一切 除了吃进嘴里的味道 而那些怀念的味道 恰恰在旧时光里等待着新生 mexik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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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